那全部選好做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來選擇這個地方 來做輸出 或者是直接Publish到YouTube 我們這邊輸入你的YouTube的帳號跟密碼 就可以輸出了 或者是說你選擇Export 輸出到你的電腦 然後你自己在轉檔上存到別的地方去 或者說怎麼樣 現在新的部分呢 你可以這裡設定Customize the Movie Setting 譬如說我要設定 給Web的 或者是給iPhone看的 或者是Apple TV看的 自己在這邊選擇 或者說是Ruthless 完全不壓縮直接輸出的 那機密的習慣是選擇Ruthless 直接輸出之後再用VideoHub 這個這個 VideoHub再去做一次 H.264的這個編碼 因為它這個軟體做H.264的編碼相當快 幾乎是這樣子做的啦 那當然我們自己也可以設定一個 自訂一個 H.264的 那Size Size的部分我要設定一下 我只要做720P就好了 1080 1280乘720 10 720P的 好 好 這邊都幫你設定好了 有沒有看到 H.264 好 嗨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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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子 我們輸出就可以了 我們這個輸出到桌面 按一下輸出 它就開始轉檔了 那這個Screen4 2.0的轉檔速度相當快 比1.54版本相當好很多 那我們就等它一下囉 好 轉完了 剛剛這中間機密有按暫停了 好不好 沒有那麼快的 好 那總共才35.9Mb Oh my god 這麼小一個 好 我們播放給大家看 有沒有 背景音樂有的 好 主題聲音也都在 好 浮水印也在這裡 好 水印也有 好 有沒有 剛剛我們文字特效也出來了 放大效果 好 植木 好 所以H.264還是照金銘說的方法 無壓縮輸出這樣 V9HUB再轉 剛剛我已經看到方塊格了 好 剛剛雷達效果也有 OK 這效果蠻差的 我說的是壓縮效果 要再來加強一下 好 這個叫做 OVERFLOW 就是一個 所以吉米今天教大家 就是透過這種 錄製的方式 希望大家一起來 錄製影片教學 分享給大家 對呀 那由於Youtube的影片 品質不是很好 所以說 如果你有做 不錯的這個 影片想要分享 可以告訴吉米去哪 下載 吉米再上傳到我們 直接主機來提供 這種高畫質的影片教學給大家 好 謝謝大家